陈成龙 大家好,我是陈成龙 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topic是这样的 就是NLP应用里面程度学习的一个应用方式 然后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45G超完 我是中山大学的一个博士 然后之前研究是做图像相关的一些东西 背景的话主要是图像相关的一些背景 然后目前工作的话是在阿里巴巴 然后是在小米团队 目前主要做一些智能客服相关的一些应用 里面会涉及到一些NLP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对比我工作前后的话 以前的话可能更偏向于用一些传统的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 然后目前用的比较多的话是Deblamming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跟Cutco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大概13年年底的时候的话 当时就是Coursera比较火嘛 然后是上了那个林轩田老师的一个叫机器学习基石的一个课程 然后后面的话是林轩田老师是给我们推荐的那个Cutco 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去注册了 然后就发现这个品牌非常非常好 然后后面的话陆续参加一些那个跟NLP相关的一些比赛 也拿到了就是一些名次 这个是大概是跟Cutco的一个就是源远 然后我今天的话主要的topic会是讲NLP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那个在Cutco上面的一个比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线了 就是有大概有四大的一个LP相关的一个比赛 那在那个16年之前的话我参加一些那个一个是文本分类的 包括两个那个跟文本检索相关相关的一些比赛 那这里用到了比较多的方法的话 基于那个就是传统的一个接续学习的一些方法 然后在18年的时候也是年初的时候 然后这是Mercury里面有一个比赛是预测那个价格 的一个就是price trajectory里面的东西 然后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文本相关的东西 然后在里面的话是完全是用deep learning的方法去做的 然后都拿到了比较好的名次 所以这个是整个我的一个跟NLP相关一些那个比赛的一些历程 然后今天的outline的话会有五个方面 然后第一方面的话会简单是做一个开场的一个介绍 就是你拿一个比赛来做 就是之前的话会用什么样方法去解决 LLP的一个问题 然后完了之后会去推导出来就是 在LLP任务里面 如果你要运用深度学习的话 可能大概会有怎样的一个思路 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 从我们第二点拿到这个思路 我们去真的去应用到比赛里面 可能会是怎么样去运用的 以及说可能会有什么样一个技巧 然后第四点的话可能会 如果有时间的话会cover一些 就是其他相关的一些times 然后最后的话是整一个就是 总结的一个环节 然后第一part的话是说一个简单的一个 开场的一个介绍 那我会以就是之前参加这个 Cloud Flower里面的一个 所有的相关性的一个比赛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比赛的被 所以他要解一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用户在一个搜索引擎里面 去建入了一个cari之后 你会去检索比如说Google 他会检索然后后段的那个database 去看就是用户去 建入这个cari里面 我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在里面的话 其实会是要我怎么样去 去看我database里面的东西 跟我的用户的cari 它的一个相关性 然后这个比赛的话就是 比较早应该是那个 15年了 然后之前 之前的方式都是那个offline 你可以offline 去去develop一个model 然后可以做很复杂的一个sample 然后在线上的话 做一个evaluation 就是你只要提到你最后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的一个比赛 然后像其他卡口上面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有Home Depot 这个我也参加了 然后也是 这个因为是第三 第三名的一个名字 它的一些像那个就是 WK的一个广告的一个检测 包括Quala里面的一些 就是相似问题的一些检测 其实都是跟这个技术 是比较相关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data 就是我们会有用户的搜索 搜索的一个query 然后这边 那个中间一部分的话 其实搜索的一个结果 就是它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商品的 title 包括这个商品的一个 description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底下这个 底下这个的话 其实是那个 就是它会请很多人去打标 就是当前这个query 然后我出这个结果的话 它是不相关还是相关 还是很相关 就是它会有个一到四分的一个打分 那我们要做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给一个query 然后我有一个那个 就是搜索的一个结果 然后通过一个model 就是relevance的一个model 去给它一个relevance 相关性的一个打分 它是一 它是二三四 对 所以刚解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以前是怎么做呢 包括这个比赛的话 之前其实有两个类似的 我都参加了 那我大概的意思度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图 这个图 其实我是开源到那个github上面的 如果大家有看到过的话 应该对这个算比较熟 然后这个比赛 当时也是开发了一个 就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pile line 然后这个也应回就是那个沈涛说的 就是你要有个比较强的一个pile line 然后你在后面做其他事情的话 会比较顺利 然后这个整个模块里面 其实它包括传统机器学习里面的 几个环节 我可以一展示一下 就是第一个的话 就是预处理 就因为 因为像文本数据 你有很多的一些章数据 然后你可能要做一些分词 然后或者同一次替换 或者其他一些就是 比如说振折 然后有些nose的东西你要去掉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 那个就是preview session的一个过程 就预处理 预处理完之后 你可能 但是这个的话 其实比较那个 它那个break consuming 就是比较耗时 同时也可能会比较耗那个就是耗脑力 然后第二 part的话是feature engineering 就是你可能要抽很多一些特征 然后像传统一些特征 你可以用一些那个子弹模型 然后包括一些主题模型 包括一些那个就是相似度的一些计算 或者距离的计算 然后这里有不同的一些方式 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这个也是当时就是严重的比较有效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可以按照不同的那个分数档 或者说按照这个quary不同的分数档 我去将这个作为一个我要参照的一个landermark 然后你来一个quary的话 我去跟我的landermark去算一个距离 如果它很像的话 那它有可能会分到这个分数档里面 所以这个也是有比较好的特征 但这个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也比较耗时 就是你要做很多的那个数据的一些分析 包括数据的一些理解 你常能去发现 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特性 可能是对我这个任务比较有用的 所以它比较耗时也可能比较耗脑力 然后第三part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要在比赛里面 你要你要获胜的话 一般少不了这个东西 就是inside mode inside mode的话 无论是说你自己本身 你做多个模型的inside mode 还是说你跟别人组队 我不同的就是你一个team里面不同的队员 我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对inside mode的一个提升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法 就是基于那个inside mode selection的一个方法 但这个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通过要不同的一个输入 包括不同的模型一些配置 包括不同的一个实现去 比如这样一个大的inside mode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同样会有这个问题 也是可能比较耗时同耗尽力的 然后这个就是把我之前做那个LOP里面 相关的一些方法都批判了一遍 那我现在怎么做呢 或者说如果用低论领的方法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一个第二部分 就是你在你用低论领的方法怎么去解 假设是刚刚那个搜索相关性的问题 你可以去怎么去解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我有看过就是最近国内 包括那个Code上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本身也做字幕客服 然后其实会有很多像你做QA的一些 或者瑕疵问题的一些东西 那学术界 然后包括工艺界它会怎么做呢 它大概有两大类型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可以讲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的话基本是说 一个用户的Core进来 然后我可能会用MIMI Query 然后经过一个encoder 就一个省力网络 然后得到了它一个表示 最后我再算这个两个表示之间的一个 这个相似度就是Matrix Score 就匹配的一个分数嘛 好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方法 那它基本都是 一来一个神经网络去提取一个 就是表示的一个方法 对 然后就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假设我今天 我可能有两个QA就是 I would like to buy a ticket 和I want to buy a ticket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可能是语音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希望这个网络能够输出 它可能是一个1的打分 那我们就看到它相似的 那假设我换了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 I want to buy a hotel in Beijing 可能它的语音就不太一样了 对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这两边的话其实是不同的 那个Lots的一个构造 但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的话 就是我通过一个神经网络 或者叫那个encoder 来去得到一个文本 无论是query 还是我的商品的一个描述 就是文本的一个表示 那这样的话就是 对我来recap一下 我们之前的那个方式 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我们有刚刚讲的东西的话 我们可能会怎么去做呢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 然后它有两part 然后左边这一part的话 其实是基于那个就是reference 就基于表达性的东西 就是还是刚刚那个case 我有用过了query 就中间那个类 我可以得到一个query的一个表示 然后title 然后description 分别得到它的一个表示 然后在上存的话 我去算这两个表示之间的一个相似度 举个例子 你可以算一个cosas in reality 或者说你算一个差距也可以了 然后这边就会得到一个打分 然后右边的话其实是基于那个就是 另外一个方式去做的 但整个model 它是一个end one的一个方式 我这个title 虽然写的是not yet tried 就是说在那个比赛里面 包括类似比赛里面 我本身没有尝试过 但是实际在实际在那个 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应用产品里面 这个方法实际是有效的 然后这个是大概一个东西 然后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点呢 我把它标出来 就要一个叫text encoder 一个东西 那text encoder 它要做的一个任务是说 我输入一个文本的一个表示 你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依赛的一个ID 然后我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可以得到一个表示 这里面的话我大概把它分解为一个四步 那第一步的话是说 你要做一个应该 就是你要把它投影到一个 那个丑密的向上空间 然后完了之后 你要再做一个incode 就编码 编码的含义 就是它需要引入一些那个context的信息 就上下文的信息 完了之后再做一个aggregate aggregate aggregate的话就是压缩 你可以得到它的这个表示 那上面我说的是四步 但是这里图的话 其实只有三步 那后面我会讲一下 这第四步是在哪里 然后第一步的话说 在送进这个网络之前 其实你看到这里的话 我左边那是一个ID 那我怎么知道ID呢 ID的方法就是你要做一些分词 分完词之后 你要这个mapping 举个例子 这边是一个示例 就是那个LED的Christmas lights 你可能要做一个分词 因为英文里面分词很简单 中国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了 然后分完词之后 你要把它map到一个数字 比如说2019 然后1019 对 然后后面的话会做一个packing和tumpading 就是你要把它固定长度 因为你输到网络 你要固定一个长度 如果超长的话就要做一个阶段 完了之后就讲这里的一个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就是说 你tokenID要映射到一个dance的一个vector 那怎么做呢 通常都是你这边可能会有一个 那个embedding的table embedding你的table 假设你今天你要处理的文本里面 可能那个词的就是一万个 OK 那你准备一个一万个大小的一个embedding的table 然后将你的那个对应的ID去 他这个table里面对应的行为进行一个查导 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把那个 一个ID就是文本里的ID 它是个依赛嘛 转换到转换到一个那个 稠密的向上空间 就是第一步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词向上的话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方法 然后你可以random也可以用一些totain的方法 totain的方法就是比较用的比较多 watervector growth 然后包括fast text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最近用的比较多也是说 你可以加一些optional的一个embeddings 比如说在那个transformer里面 你会有position embedding 然后在bott里面 你有segment embedding 包括那个后面百度处的earning里面 其实你会用dialog的embedding 对 然后它是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你最后整一个embedding的话 它可能是很多的embedding的一个加权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一些方法去做 也可以比如说你可能加一些什么post tag 那个NER的信息都可以加入这里 作为整个网络的一个输入 那这里是几个那个输入层呢 然后第二层的话是说你要做incode操作 incode操作的话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怎么去引入一些就是上下文的一些信息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我大概总结一下可能有三大类 然后第一类的话就是说它是context 那个就是无关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它是单向的 第三个的话是一个双向的 然后这边有个图 大概这样子 然后这边我大概画了一下 然后如果你是要做一个identity或linear的话 它就完全是不看那个上下文取的例子 我现在这个输入的那个sequence 其实有五个嘛 但是我每个位置里面 我只看这个位置本身 我不看其他的 就无论你是就是直接过了这个 就是这个函数 直接是一个identity的函数 就不做一个操作 或者说你做一个另一个操作 它都是一个就是对上下文 或者周围环境它是无感的 然后 然后 右边这个是一个rn rn的话它是一个单向的 它会依赖你前面所有的那个东西 举个例子 你在第五个位置的时候 你要得到第五个位置的输出 它会依赖你左边x2 然后右边的x4 然后 呃 右下角的话就是比较大的那个transform 然后基本现在预训练的模型都用这个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完全是全局是双向的 我在第一个位置拿到它的那个输出的时候 它会看到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对那个就是整个长城依赖的那个建模是比较好的 然后 这个是第三个之后一步的话 我要把它给压缩到一个东西 因为前面这个encode 这个出来的话 它还是就是每个位置上面它都会有一个表示 然后这个的话是说我将所有位置的东西进行一个压缩 得到一个整一个具体的表示 那这个通常也有很多方法 像那个first pooling 就是我只拿第一个位置的那个输出 这个在bot里面会有用 因为bot的话 它就是能够去加入这个cls的一个token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last pooling 这个一般在哪里动呢 就是rn 它会用最后的一个表示作为它整个句子的一个表示 对 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global mean global max pooling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的比较多 然后那个像那个attention 这个也是用的比较多 attention的话就是说它会做一个那个 用概率的形式去做一个那个weight average 然后还有一个像sourced to token 它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 反正这块做的事情的话就是说 我怎么去将每个位置上面的一个词的一个表示 压缩成一个句子的一个表示 然后这个到最后一步就是project project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上层的话其实可以接 因为刚刚是说我得到一个表示嘛 但是其实你这个表示我怎么转换成我要适应一个任务的话 其实它肯定要需要一个投影的一个过程 那投影的过程的话它会将那个整个sentence的一个 表示投到一个就是我任务相关的一个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情感分类 我可能就是三种情感的 ok 那我之前得到一个相当的编码可能是128维 那我需要将128个投影到一个三个维度 所以它需要一个project的过程 那project的话通常你会 最简单的你经过一个mr50码dense 然后复杂一点的话 你可能可能是resnet或者densenet 它做一些那个skip的一个connection ok 然后这张图的话就说这里是三部嘛 如果我把缺的内部补上去 对 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那个sentence level的一个task 比如说文文体例 或者是那个心感分析 或者是说那个semantymetry 就是那个相似度计算 或者说你要做那个什么 像tradebar里面会有一些domei和intent classification 你都可以用那个最后sensence level的一个书 除除做 然后做一个投影 然后再接一个sensence level的loss 那假设今天就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做另外一个事情 就在像tradebar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还会做一些像那个sens labeling 就是那个序据标注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订机票的一个场景 对吧 那我可能要把就已经订机票的那个 比如说时间地点 我是明天 然后从哪里到哪里 直接给抽出来 那这个的话 其实是一个token level的一个task 那在这个框架里面 我怎么去加入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加 在那个就是sequence matrix里面加 因为sequence matrix 得到的就是每个token位置的那个输出 但是每个token位置的输出 因为由于那个encoding的这一步 它把那个上下文的信息也加进去了 所以它其实是包含上下文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解那个像sequence labeling 或者叫sequence labeling 或者叫sequence labeling convention的任务 都可以去解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framework 对 然后在具体一个应用里面是怎么用的呢 对 在那个mary carey的比赛里面 我就用这样一个framework 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大概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背景 它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它会有很多就是关于就是用户 在这个平台上面去上传一些那个 发布一些二手一个商品 那在发布的时候 平台需要根据这个商品的一些信息 包括用户提案的一些信息 去预测这个商品 可能大概的一个售价 或者是价格是定价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 那就会有一些那个是文本相关的东西 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就是比如说ID相关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特征 所以它的数据 其实是一个hybrid的一个数据 就不单是纯文本的 然后这块的比赛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kernel only的 就是你完全要在这个kernel环境里面去 跑整一个training 就整一个应该是那个feature的一个 就预处理 然后包括特征 包括model training 包括如果你要做insamble的话 你要在kernel里面 你完成这个insamble 然后再去做最后的inference 所以它整个是kernel环境的 对 然后像这个跟相关的一些比赛的话 其实还有一些像那个 Wattel里面有一些比赛 像那个广告 广告的那个 重复广告的一个检测的话 它其实也是类似一个东西 然后它也会有 除了文本相关的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OK 那用那个pana的话 我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这个是里面涉及到一些数据 它数据的话是分text的一个数据 还有分category的一个数据 category的话一般都是ID 然后这边我会列出来是说导数第二列的话 就是针对每个field 有data大概是做了什么样的处理 然后这边的话 那其实我是尽量做最少的一个处理 然后有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要那个就是后面的model去学的 就是实现一个nt1的一个过程 然后ID的话 就直接变成一个ID的编码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model 然后这个model的话 其实是寄一个dbfm的一个东西 但dbfm当时看的时候 其实好像还没有 就是专门针对text encoder这个拿出来 所以我这里的话是有text encoder 然后因为后面是 然后像续屏这个的话 其实它只是一个flag 就是0和1 就是我 我有没有model 就类似有没有model 0和1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个ID 把它映射到同样的一个空间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可以将所有的数据 都投影到同样的一个空间 投影到同样一个空间的话 我就后面可以做到一个n2n的一个training 包括如果你有一个图像的话 那我可能这边会接一个 类似CNN或者resnet的一个encoder 得到一个图像的一个表示 然后这里的话 因为考虑到效率 所以这里做了一些比较简化的东西 就还是这个flagwall 但是这个flagwall的话 我对里面的东西 我进行了一些处理 像那个就是ID转换这边的话 首先一个事情是这样 因为它是整个kernel only的嘛 所以这里考虑到效率 我是用基准的encoder环节 就用了一个identity 就是不做任何操作 我不考虑上下文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 如果你不考虑上下文的话 你要保证它还有一定的一个效果性的话 那你可能要引入一些飞线性的一些东西 那这边的话就是引入飞线性的东西的话 就做一些事情 我实际上没有插过来 然后包括那个bargram 包括一些sword 这个你看那个就是fast text里面的paper 也会提到有这样有一些帮助的 然后最后那个aggregate 这一层的话就用了一个叫flow 明图里 整一个东西其实 你可以对回去看那个fast text paper 这个就是一个fast text 或者你认为它是一个bow的这个model 对就基本的是说你这个文本过来之后 我把它变成一些东西 最后在每个词有一些表示 再把它代表起来 但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你还可以尝试其他东西 比如你用CNN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这里面为了就是最后的那个效果上 其实我设计的一个FM的一个层 FM的层的话就主要是做了一个 它在那个就是广告点击 点击利率估里面用的会比较多 因为刚刚讲的那个数据里面 它会有一些ID特征 也会有一些文本特征 然后这个是有个那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实现的 就是你用TF的话就很简单就可以 把那个FM的一个过程给实验出来 然后这个FM的话 最右边这张图的话 是基于那个就是sentence level 就是sentence level的一个表示 去得到这样一个 一个就跟其他FM的一个interaction 然后为了考虑那个就是效果的话 我还做了一个token level的0.0 就是两个东西都是同 从刚刚那个架子里面出来的 然后到就是第三个点 因为刚刚也讲的那个ensemble 如果你要获胜的话 你必须得做ensemble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难点是在于 它是coner based 所以你不可能你train好多个NN 对吧 那有没有其他一些方法 那首先的话就是说 你肯定不可能把它给drop掉 如果你drop掉的话 你可能之前花那么大部分的精力 可能你都可能排不到 就是比较前的一些名次 那有没有办法去做那个ensemble 就是直接NN去做 你可以train好多个NN 比如说 但是因为它整体上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我不太记得这个时间了 可能是一个小时左右吧 就整体上你全部这个东西跑完 可能要一个小时 OK 那你做多个NN的train也可以了 但是你每个可能每个N 我们要稍微比较快的去train这个东西 OK 那能不能在那个NN里面做 insamble有 有jaw或者resnet都有的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这个东西我记得 应该那个shout 上午那张slide里面有讲 snapshot assembles 然后我当时也是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图的话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左边这张图的话 是一个就是经典的 又传统的 我们是怎么去train一个NN的 我们可能会用一个那个lrschedule 就是click 可能是衰减了 无论是你指数 还是你做多些事 或者线性衰减 它一般都是从一个点 然后找到一个 那个 那个应该是一个local optimal 对 但是在这个整个train的过程中 它希望整个loss都是下降的 对 然后右边这个图的话 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它是一个就是那个 周期性的一个lr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是基于一个restart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图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 我先用一个东西 然后快速下降到一个小一个 比如说0.0 有千分1 下降到0 对吧 这个时候我可能找到一个local optimal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那个nray 我把它再次设大 比如说还是回到千分的1 它是用了restart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它就向我跳出那个local optimal 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过程 我找到下一个local optimal 那如此反复 我就可以得到不同的 不同的版本的一个模型 在不同的那个 呃 不同版本的一个模型 OK 然后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的话 是当时我尝试一个方法 基本是每个airport的话 有四个snapshot 然后呃 第一个airport的话是正常下降的 正常下降的话是我要保证它有一定的一个效果 完了之后再做一个restart 然后呃 六面这个图的话是说 蓝色那条线的话 它single model的一个效果 然后呃 橙色那条线的话 说ensamble 那个last angle snapshot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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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啊 OK 然后这边就简单去去过一下这个吧 然后除了这个东西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那个 当你数据比较少的时候 或者是比较细数的时候 你可能要用一些那个domainicendology 然后提升它一个效果 然后这边是那个 当时quara里面那个比赛一个东西 它也是基于传统的一些方法 和那个深度的方法 做一个 做一个就是ensamble 或者stacking 来提升它一个效果 然后还有你可能会做一些multipask 对啊 不同的任务之间 可以做一些share的东西 来去去强化我这个encoder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 是说pretrain和funtime 然后这个等下那个就是圆浩会讲这一套 所以我这里就不细讲了 ok 那我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就是这个是一个tahome message 这样就是可以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n2on的方法去run这个model 我说的是可以是说建议去 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东西 但它不一定是效果好 然后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对于每个field里面的话 你都可能要将它投入到一个空间 就是invade all the things in the same field 然后 对于文本这块的话 你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去解 无论是sensamble的tahs 还是那个tahome level的tahs ok thank you